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随身空间 我个二十二世纪女博士 还怕有三流窄斗 门好像在那边 超过药铺 应该就能到大门了 想报名 就别情急妄动 我不动 你也别气动 无意上你性命 只需你帮我个小忙 四处伤口 幼胸致命伤 靠近心脏 湿血过多 你是医女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你是看到了这里有药材 所以是来找人医治伤势的吧 聪明人 未必活得长 在京城药顶 被人追杀 你到底是谁 帮包子 跟解药 敢跟我玩 你还真是 神是 绝了 中毒都没死 这有古怪 我辛苦救你吗 应该不是个坏人吧 我就知道 你是在找这个吗 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啊 你为何蒙着面 我还以为你是刺客 蒙黑面的才是刺客 蒙白面的 是天使 天使 天使是什么使 天使就是 一心就死扶伤 不求回报 还有可能 被人诋毁伤害的 这是解药 不用了 这点毒 还难不倒 方小人不防君子 之前是在下无礼了 你欠我一条命 你要怎么回报我 此匕首 你留作信物 他日有难 我一定报答 不用他日了 就今日吧 你这是何业 你身上的剑毒已解 但是骨髓中的毒很奇特 既然能压制剑毒 让你没有当场毒发身亡 让我再研究你 找死 我只是你的主治医生 你这是要医纳了 你怎么知道毒的事情 我给你仔仔细细的 做了全身检查呗 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你快击个有个硬的东西 割到我了 这个东西可真硬 割得我疼死了 你这墨盒拍龙玉佩是哪儿来的 你是玉王 东方玉 与你无关 这是玉王儿时的贴身之物 这道就是定情信物的 只有我爹和皇上 你不是玉王 难道你是皇上 叶江运制女叶盐 和传闻中 有些不太一样 传闻中我是什么样 生性懦弱 与人私通 撞墙寻死 我不信传闻 我只认你手上的玉佩 那只要拿着这个玉佩 就能嫁给你了 既然见到郑主了 还要追玉佩干嘛 那我们什么时候成功 叶盐 你私通逃家少爷 快给我出来 小姐和玉王早有婚约 是你无限小姐 你看 那我不嫁 你嫁 玉王一人之下 权倾朝义 就凭你这个贱女人 也配嫁给玉王 跳法了是吧 反了你了叶盐 还敢反抗 你还愣着干什么 跟我上 给我跪下 叶盐 你对我审了什么要说 领先了你们十几个世纪的麻醉 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 叶盐 别忘了 你母亲王室还在我手上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 首先来你娘亲陪葬 我娘要有任何闪失 我让你们一家人陪葬 我娘会嫌脏 那 要不把你骨灰给养了 叶盐 你爹在战场上失踪了那么久 要不是我爹 叶家早就垮了 我爹留给我的财产 就不需要你爹来操心吗 就算全部捐给公益师爷 也跟你们没有半个同伴的关系哦 你当真大逆不道 不管你娘了吗 快把玉王信物给我交出来 否则把我逼齐了 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道德绑架是吗 比起玉佩 当时我娘更重要 能嫁给曹家公子 也算是便宜你了 既然我一定要嫁给曹公子 那玉王信我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但不能白给你 算你识相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小姐 万万不可呀 第一 把我娘放了 我要见她 你娘昏迷不行 跟死了 也没什么区别 想要人的话 自己去抬就好了 第二 你要亲自给我送家 等我一会儿上了马车 我就把东西给你 可以 作为姐姐 我可以送你一程 送你上西天 有了玉王的信物 你就可以嫁给玉王了 那你还不给我解开 别怕呀 姐姐 我不是帮你解开了吗 还是说 你想一直跪着 快扶本小姐起来 你这个废物 赶紧把婚服穿好 乖乖等着曹家来迎亲吧 翡翠 你去把婚服拿来 小姐 你真要嫁给曹家 那个傻子呀 听话 你就等着看好戏就好了 一直以来都辛苦你了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 小姐 我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去吧 是 你要嫁给别人 经过我同意了吗 要不你来抢个婚 老王又没说要娶你 那你管我嫁给谁 你 嗯 你和我还有婚约 小姐 婚服拿来了 翡翠你等一下 先别进来 逗你的 我不会嫁 哎 怎么没影了 当这位婚服的面儿嫁人 把郑主给气跑了 你去把美国守着 是 叶妍 你怎么还没穿上嫁衣 曹家的人可都等着呢 姐姐 你脸上怎么起了这么多水泡啊 又你管 在这儿呢 你来拿吧 算你识相 翡翠 我封住了她上身穴的 等一下 你拉着她往哪儿走 她就往哪儿走 好的 姐姐 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就由我来伺候伺候你吧 好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准备轿子 妹妹的婚姻大事耽误不得 是 先救出母亲要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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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关在哪儿 你娘是谁啊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她小姐 我真的不知道夫人在哪里 知道你知的是什么吗 你要伤害我 老夫人不会放过你的 你先看看你的舌头吧 现在 你是要带我去见我娘 还是你自己去见阎王 全 全庭小姐 吩咐 走 我的未来王妃 不是一般人 大小姐 您就饶了奴婢 把解药给奴婢吧 把这一盆水喝了 独自按就解了 这么大一盆水 怎么喝得完啊 想活命就赶紧喝 一滴也不准收 原来是长期被人下了婚设的药 先一直住毒所 这个解毒剂应该有效了 这样应该能行了吧 那边怎么有人 这里面就是线破写 你是谁 为什么你也会在这个随身空间 去保护我没能保护的人 去爱我没能爱的 当你成了 我就成了 救父母窦大房嫁王爷 这比搞科研刺激多了 大王爷 是那 毕奴毕 毕奴毕来找将军夫人的 叶言 你敢暗算我 今天我可饶不了你 退下 你毁了与曹府的亲事 令将军府蒙羞 你还不知错吗 是他先陷害于我 我不过是让他自食其果罢 你不仅对你妹妹下手 整个将军府都被你搞得鸡飞狗跳 别哭了 你都说了这里是将军府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爹的 是你们来了以后 才把他搞得屋檐涨气 颜儿 你娘就这么教你目无尊长 弃牙手足吗 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爹只是你的养子儿 你们有把我当做过亲人吗 当初你爹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 让你大伯多多照顾你们母女 现在你们母女是要恩将仇报吗 照顾得可真好啊 我娘一直昏迷不醒 经营将军府赚的钱 有一分钱用于我母亲治病吗 娘儿 你爹不在 你娘病重 我少五京士 大伯只是替你经营而已 你这么误会我 大伯可真的是心痛啊 那等我娘醒了 我们母女就不用大伯操心了 长印可以钱都交出来了吧 恐怕你娘是醒不过来了 到时候还不是 娘儿 我娘已经醒了 叶家长印该物归原主了 叶言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长本事了 敢从你大伯手里抢东西了 大伯一家人 当初投奔将军府的时候 可是什么都没带 这里有哪样东西 是大伯家的呀 叶言 你这是要跟家里人算账了 要不要老身这身衣服 和我的吃食 都还给你们母女 给你的 那是你的 拿了不是你的 那叫做强 叶言 我就强 怎么了 谁让我有爹 你没爹呢 我爹只是暂时失踪 将军府的女主人还在呢 还说你爹 大过律法呀 你 我信 盐儿既然有心女成副业 想掌管着将军府 大伯甚至欣慰 这将军府的一切 就交由盐儿打理吧 盐儿今天真是让大伯 刮目相看啊 掌印 大伯有戴在身上吧 没有你大伯长家 你们母女迟到喝西北风 我娘需要休息 祖母你也请回吧 反了反了 这叶家 要亡了 您刚醒 身子还虚 少起来 多休息 盐儿 辛苦你了 跟着我这个没用的娘 让你受尽了委屈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我们一定不会被人欺负的 你爹都三年杳无音讯了 他还会回来吗 爹的事情比较复杂 您放心 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 一个姑娘家 与全族为敌 不合伦理吧 一个王爷 总是出现在姑娘家 有为刚常吧 传闻中本王离京叛道 罔顾皇家颜面 你们有听说过吗 我不信传闻 只认证主 本王这次过来 是来求药的 你给本王用的药 就连寓意也调配不出来 那是当然 我的药可领前他们 十几个世纪呢 用这个清理伤口 再用这个 涂在上面 两天一次 你都给本王准备好了 比起被某人用刀架着脖子 还不如我自己献出来 那本王该如何感谢你呢 那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 但说无妨 在这京城之中 还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 从今起 如果有人找将军府的麻烦 你要替我解决 你大可以将本王 当作将军府的靠山 为你解决麻烦 也是理所应当 为什么 叶言 你不会忘了 你是本王 为过门的王妃吧 那 你去床上等我 姿势不对 你不是要替本王换药吗 那是另外的价钱 别乱动 如何 我之前诊断出来的毒 怎么消失了呢 毒已经解了 不必在意 不可能 那毒已经深入骨髓 哪能说解就解啊 看了叶大医师 也有犯难的时候 不行 我要再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 不用了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有钥匙要处理 你这个毒比较特殊 再让我研究研究呗 七日之后 自会再见 还害羞啊 这个叶言 真是长本事了 难道以后 它又起到我头上不成 你生气归生气 这东西真的禁不起 你这么的衰呀 这整个将军府 不都是叶言的吗 我恨不得 把这些全都砸了 你别急呀 你爹会想办法 把一切都夺回来的 姐姐又是在为了 豫王的事情生气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好好地去拔解 你的郡主就好了 这可是皇上的赐婚 不单是有信物就可以的 更何况 豫王又没说 非姐姐不娶 于情于理 姐姐嫁给豫王 怕是没有可能了 你凭什么教训我 谁说我没有可能了 大不了一起嫁过去就是了 一起 绝无可能 我嫁不了 谁都别想好 你姐姐就这个脾气 从小任性惯了 母亲知道 你是懂事又大度的 不打紧呢 母亲 对了 你不是要帮郡主 布置赏灯燕吗 在场的可都是皇亲国戚呀 你可得好好表现 给自己选一个好良婿 我只是与郡主 皇子们同窗而已 可不敢痴心妄想 今日赏灯宫宴 皇恩浩荡 还记得我们将军府的 孤儿寡母 我觉得去了 未必是什么好事 总觉得有古怪 堂堂豫王 怎么 今儿可坐起了马夫 将军府与本王早有联姻 若不与我同去 恐怕遭人口舌 豫王一表人才 知书达理 乃是我炎儿的良配呀 娘 我又没说要嫁给他 本王先回马车 还有 今日宫宴怕事不太平 你要小心 夫人可从此门进入 本王需从宣赫门入宫 不都一起来的吗 一起进去啊 怎么 你要走绿色通道 等你与本王成了婚 自然也可以从宣赫门入宫 非皇亲国戚 不可从宣赫门入宫 入宫只入宣赫门 一生只爱一个人 我们只能从侧门进入 雅琴见过豫王殿下 宫中规矩森严 还望你们多加小心 本王先告辞了 知道了 你快走吧 是不是我来得不是时候 妹妹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呢 妹妹这么善解人意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哥哥 大老远地来府上接我 雅琴 自打你入了皇家学院 我们好久没见了 是啊 婶婶身体康复了 雅琴也十分高兴 宫里你们不熟吧 我带你们去御花园敷宴吧 好 搞得跟你家似的 胡扎 我们开吃菜灯米吧 好 那就心儿来出题吧 答对者有赏 那就由 将军府家的夜言小姐 先开始吧 干嘛让我做这个出头鸟 我是个离科生啊 弥面是人咬马翻 打一个字 是钩 你答错了 正确答案是刘 人仰刘昂 马翻在田 视为刘 什么个什么 我完全没听懂 欣婷 叶姑娘此题解作钩 也是对的 人仰取人在座 马鞠翻了 刘鞠在右 不就是钩吗 太子英明 小女正是此意 我这个刘作为谜底 还可以拆出下马看花 人去马刘 也是刘 嗯 妙在 无证 现在这个谜底 才是前后贯通的正确答案 你说对不对吗 嗯 此为正解啊 等一下 我这个谜底也可以拆出个成语 钩字拆开就是人模狗样 你竟敢骂人 张嘴 欣婷 不得罪小黄婶无礼 你就是与豫王有婚约的夜言 嗯 二人尚未成婚 现在就叫人小黄婶 是不是太早了 夜言 儿时 你可是嚷着 要嫁给豫王啊 朕念将军战功卓绝 才赐的婚 现在还要看 豫王的意思啊 臣弟一心政务 无心嫁娶 同音无忌 岂可当真 阿玉做质子归来 难得相见 给朕带得酒不错 来 与朕共饮一杯 父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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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将 皇上 快下探意 皇上 为了查明真相 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此地 本宫要细细盘查 还查什么查 就是他 与本王无关 父皇为何昏迷 本宫自会查明 现在当务之急 是旧之父皇 皇上是否是中毒昏迷 你可知如何解毒 皇上确实中毒了 待臣尚不知如何解毒 娘娘恕罪 启禀柔妃娘娘 夜言 依数了得 可解百毒 不知可否让她一试 民女只是懂一点点医术 要是连太医都解不了的毒 我肯定也是不行的 皇上的性命 怎么能交给这小小的民间医女 姑姑 将军夫人昏迷一年有余 夜言诊治后 仅一天便苏醒 可见她还是有些本事的 您何不让她试试啊 妹妹 现在救皇上要紧 你若能治 便是大功一件 你若不治 就是为了柔妃娘娘的意志 咱们夜家 也是要遭牵连的呀 情况危急 还请小皇神出手一事 民女却有解毒之法 但是诊治之法不可外传 需要用屏风遮挡起来才可以 如此遮遮掩掩 怕不是心怀不轨 想要加害皇上吧 既然柔妃娘娘不放心 那就不必让此女 为皇兄医治了 为皇上解毒药剂 我不会让其他人如愿的 来人 上屏风 确实是中毒 打完这针解毒剂 皇上体内毒素 应该就会慢慢化解 可皇帝 究竟是怎么中毒的呢 原来是自己下的毒 难道是想要栽赃家伙给欲望 这皇帝才是个狼人 叶姑娘 父王的毒你能解吗 皇上洪复齐天 种的毒我正好可以解 那还等什么 赶快给皇上解毒啊 请命人取一碗水来 皇上喝完自会请来 简直胡说八道 来人啊 把他给我拖出去砍了 柔妃娘娘开恩哪 小女何罪之友啊 皇上的毒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你竟然说清水可以解毒 延误了救治简直是罪无可赦 不砍了他还留着作肾 炎儿 你若是解不了毒 就跟柔妃娘娘磕头认错 娘娘大人有大量 不会怪罪于你的 但是你可不能乱说呀 这可是欺君之罪 皇上乃九五之尊 涉及全家性 叶炎绝不敢惜 若是庸医 砍了便是 但是清水若真能解毒 却被给皇兄喝 那这后果 是由柔妃娘娘担吗 毒就是你下的 你还想栽赃嫁货 柔妃娘娘 叶姑娘说了 清水能解毒 也不会伤及龙铁 现在别无塌法 何不一事 来人 快去取水 我要亲自为皇上服下 若治不好皇上 我拿你们将军府偿命 皇上 皇上 慢点 皇上 叶炎 皇上为何渴血了 皇兄的血已经由黑转红 这不就说明 毒已经解了 叶姑娘 果然医术高明 但这 父王到底中了什么毒 启禀太子殿下 皇上并非今日中毒 退下吧 且慢 谁也不许走 既然本王献得酒中无毒 那为何柔妃娘娘说今日皇上中毒之事与本王有关 阿玉 莫有声信 柔妃也只是一水心底嘛 夫人之言 不必在意 谋害之事 岂可信口开河 我怎么觉得是柔妃娘娘早就知道今日皇上会中毒 还是柔妃娘娘觉得本王好欺负 可以任人指摘 你 柔妃 还不快笑豫王赔罪 以后不可再对豫王不敬 是本宫唐妒了 还请豫王恕罪 既然皇兄已无事 那臣弟便告辞了 皇叔 别生气啊皇叔 爷爷何在 民女在 因为朕解毒有功 想要何赏赐啊 民女什么赏赐都不要 只请皇上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下落 叶令将军为国征战 战功赫赫 失踪三年 朕也是痛心疾首 一定会尽全力 寻找将军下落 谢皇上隆恩 你与豫王本有婚约 今日 朕封你为太医院医女 民女母亲还未痊愈 还需要在家中照料 恐怕无法担此重任 朕许你有官无职 平日还是自有身 阿玉身体不好 你们成婚之后 你要替朕好好照顾翼王啊 谢主隆恩 给点甜头 是想让我做你的眼线呢 叶雅琴平日如此实大体的姑娘 今日怎么会这么没有分寸 她可太有分寸了 处处下套真对 叶雅琴心机竟如此深沉 要她以后再给我屎半子 那就别怪我对她不客气 是王爷送我们进宫的 这将军府的马车也没跟过来 这可怎么办啊 叶夫人 叶姑娘 豫王已安排马车 送夫人回府 有劳王爷费心了 算他还有点良心 叶姑娘请留步 请一步豫王马车 豫王有事相伤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去 颜儿 叶姑娘 王爷从宫中出来 就一直在等着你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没办法交差啊 你能不能交代 关我什么事 完不成任务 我可是要挨板子的 叶姑娘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今天差点被砍头 还被人陷害 谁还可怜可怜我呢 颜儿 娘先回府了 一会儿啊 你随豫王马车回来吧 娘 恭送夫人 让他快点说 我赶时间 快上车 我需要你 这手 控制不住想要抓 好气啊 撩完就跑 还无心下去 不是精神分裂 就是大渣男 你看什么呢 看某人这么帅 可惜没有信 皇霜九州 是否有毒 想知道啊 求我呀 不说这个 我还不来起 你知道皇上今天 是自己给自己下毒 就为了栽赃嫁祸给你 要不是我临时动了手脚 你就被嫁祸了 这么说 我赢得好好谢你才是 可不敢当啊 王爷 叶姑娘 王爷怎么了 王爷的那杯酒里也有毒 别声张 我还挺得住 上次那个奇怪的毒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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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压制了毒酒 叶姑娘是一同去豫王府吗 叶姑娘是一同去豫王府吗 先送我回家 先送我回家 看来之前 看来之前 是我小看了豫王体内的毒素 来 来 清风 你们家王爷身上的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王爷 只是自小体弱罢了 我早就知道了 不要瞒我 还是说 你不想给你们王爷解毒 叶姑娘 你真的能帮我们王爷解毒吗 我知道的越多 越有治疗的把握 我们王爷 种的是腹骨之毒 每个月会毒发五日 平时隐匿骨中与常人无异 这个药 一日一次 虽然不能去除他身上的毒素 但至少能减轻他的症状 清风谢过叶姑娘 我走了 有事找我 叶姑娘请慢走 我 这就走了 我还没躺够呢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呀 这几日一直见你 都是愁眉苦脸的呀 虽说我把掌印交出去了 但我手里还留了几件铺子 你怕什么呀 反正叶爷那丫头也不知道 怕就怕 她不是不知道 是故意留给我的 老爷 最近这几家铺子不都接到大单子了吗 只要能赚钱怕她做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虽说我已经收了定金 可我现在没有掌印 调动不了物资 没法按期供上货呀 老爷 若是不能按期交货 可是要十倍赔偿的呀 这可怎么办呀老爷 哎 哎 你听我说 我们库房之中 还有一些 即将要上宫的贡品 如果先把货交出去 月底之前 再补上 应该还来得及 哎 老爷 月底就是王室的生辰 何不借此 来请豫王拜寿 那就安排成好戏 把心儿和欲望的事 给定下来 有道理 亲夫 水 喂 王爷 自从你吃了叶姑娘的解药之后 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吃过药了 可叶姑娘说过 她的药只能缓解 不能解毒 你还是把药吃了吧 不 把她给我扔掉 烧掉 我不能再被她控制了 万万不可啊王爷 善毒堂说 你若是一个月不吃解药的话 就会毒发身亡了 只要我一日离不开这解药 就一日摆脱不了他们的魔爪 不是说 你毁了青蓝国 他们就会还您自由吗 还我自由 他们的野心甚大 所图谋的 可不仅仅这一个青蓝国 难得这毒 真的无药可解吗 王爷 王爷 怎么办 叶爷 叶爷 王爷 叶姑娘 起来说话 你们王爷这是又种毒了 还是哪里受伤了 我 不是我说啊 你们王爷这个三天两头生病 嫁给他我迟早便寡妇 叶姑娘 救救我们家王爷吧 王爷毒发性命蠢为 快顶不住了 快走 他这样多久了 已经有两个时辰了 怎么不早点叫我来 王爷一直在吃您给的药 不让我们伸张 你出去 叶姑娘让我留下来照顾王爷吧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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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诊治的时候不能有外人在 你在外面等吧 我诊治的时候不能有外人在 你来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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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你先安心地睡觉 剩下的交给我吧 好 这个毒素是会随周期变化的 平时隐藏在鼓碎里 发作的时候会扩散到全身 必须先控制着毒素的扩散 去毒的方法 还有不想办法 叶姑娘 叶姑娘 王爷怎么样了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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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进去了吗 毒素总算医治住了 我可累死了 等王王听到 有人在叫王妃 看来治疗得不错嘛 脑子很清醒了 忙了一夜 你辛苦了 我要回去补觉了 你要是有点良心 可千万不要再犯病了 清风 护送叶姑娘回府 是 王爷 王爷 今天您不是要去面圣吗 面圣 你需要多休息 乱跑什么呀 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阿玉 你最近身体如何啊 若是不便 以后也不必上朝了 在家多休息 上朝乃是臣子的本分 理应做到 你呀 从小就是个倔脾气 你月延的婚事 你考虑得如何了 还行皇兄三思 臣弟还没有成亲的打算 叶姑娘是将门之女 且青铜一束 可谓是财貌双全 有何不妥啊 皇兄有所不知 传闻叶言不敬尊卑欺压姐妹 像这样的女子 曾可嫁入我们皇室 朕呢 已经调查过了 那些只是传门而已 更何况 你二人婚约 也是朕亲自许下的 你总不能叫朕 言而无信吧 臣弟绝不会许叶言 还望皇兄收回成命 阿玉 你这是做什么 你身子骨弱 快快起来 看来你二人的婚事 要提前举行了 好给你冲冲洗 快把余望扶起来吧 皇兄若不收回成命 臣弟便成贵不起 大胆 传我圣旨 将那叶言的名字 加入皇家御蝶 择日成婚 皇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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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会亲自来叫这些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皇兄 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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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 小姐有何吩咐 这是谁在外面宣闹 给我赶出将军府 是 一 是 都快一个时辰了 你们王爷怎么还能出来啊 正常平时都这样 平时啊 平时啊 这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他们 我要喝水 你怎么来了 我让翡翠在外面候着 我今日过来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 我从皇上那边给您要了一份赏赐 你那个抠门兄弟能给我什么赏赐 我已经让皇上正式册封你为御王妃 作为你一直以来为本王治病的奖赏 在你眼中婚姻是一场交易吗 以赏赐的名义来回报我对你的好 炎儿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觉得我之前做的一切 是为了御王妃之位的话 那你看错人了 我 我 我什么我 出去我要换衣服 炎儿 出去 炎儿 王爷 王爷 怎么这么快啊平时 大胆 本王平时给你的赏赐还少吗 你就是这样回报本王的 属下知错 请王爷恕罪 小姐 清风犯什么大错了 他们家王爷拿他撒气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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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着点王爷 娘 你快点 不然我就见不到御王了 是你非要重新梳妆打扮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你 行了行了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叶家的将来考虑呢 你呀 让御王喝茶等着吧 是 御王呢 你把御王藏哪儿去了 翡翠儿 外面卖的胭脂水粉要少用 容易牵中毒 小姐 奴婢知道了 最近都在用小姐给我的面膜 叶炎 你是聋了吗 我问你御王在哪儿 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 牵中毒会有什么症状吗 记得 多动易怒暴走 住手 不知御王大驾光临 叶家有失远迎了 祖母 你看叶炎 就是她把御王藏起来了 住手 你还想不想见御王了 御王 不会连老身这把老骨头的面子都不给吧 御王 知道你来了将军府 一堆人可排着队想见你呢 叶炎妹妹已经是御王妃了 连她的家人您都不见见吗 本王不见生人 清风 清长 御王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是老身唐突了 这不正月十六是王室的生辰 届时请御王来府上一句啊 你这古怪的医术是从哪儿学来的 哦 这是我父亲当年征战西域 从明溪王朝学来的秘法 你要替我保密哦 不然我就不医治你了 让你毒发身亡 本王以前是不怕死的 不过后来心里有了计刮的人 就不想死了 你这小脸儿 说这话都不会脸红的吗 怎么这么疼 叫清风拿个火盆进来吧 给我看你手 我好冷 清风 快去奔一桶冰水 越冰越好 是 叶姑娘 这些冰够吗 差不多够了 冰水可以抑制 是玉王体内的毒素 向四肢扩散 叶姑娘 怎么不继续了 这针 可以将玉王身上的毒素 从穴位吸出 但是 水中的部分穴位 我在桶外无法施针 叶姑娘 不然让杯子进去吧 你告诉我位子 我来操作 没那么简单 这个针 必须及时更换 而且必须全呈在冰水当中 这 那就有劳叶姑娘了 那就有劳叶姑娘了 清风 快把他扶出去 擦干净 扶到床上 是 清风 好 先擦干 清风 你竟把我的工具人了 没被人发现吧 没有叶将军的将军府守卫 形同虚舍 我要你帮我杀个人 堂堂皇家学院学子 别人眼中的才女叶雅琴 居然张口就要杀人 你知道我的身份 不必在此阴阳怪气 是叶炎吧 为何在公宴之上 你不惜搭上叶家性命 也要陷害叶炎于不义 难道主上就不担心 叶炎把玉王身上的毒治好吗 控制你和玉王的毒 是无药可解的 但是你们给王室下的昏迷之毒 已经被叶炎轻松解开了 那此女必须死 不能坏了我们的大事 所以要尽快动手 叶炎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 我怕她迟早查到父亲的尸 叶炎一死 你姐姐就有机会成为玉王妃 真是一举两得 我每个月与玉王一样 承受着钻心尸骨之痛 除了我 没有人配站在她身边 玉王今天还能不能来 装什么五次子孝 今日若不是若文的生辰 我们一家几口 还难得齐聚一堂啊 搞得跟你生儿似的 他们若是能洗心革面 我们也就以和为贵吧 老夫人 玉王殿下来了 快 快请玉王进来 玉王殿下 玉王殿下 这是本王准备的寿礼 玉王真是有心了 都要成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 玉王里面请 好 她怎么来了 王爷请 这些人为母亲助寿是假 想见玉王才是真的 玉王今日大驾光临 不胜荣幸 名副斗胆 敬玉王一杯薄酒 夫人不必去礼 本王已向皇生奏请 封夫人为二品告命夫人 赵书将不日送到将军府上 谢陛下 谢玉王殿下 娘 太好了 这下 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多大一桩喜事啊 都愣着干嘛 晚心 给王爷倒酒 道酒 王爷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晚心不小心 王爷 王爷 身体可有不适 万心 快把王爷扶回客房休息 颜儿还在这儿呢 轮不到别人照顾 颜儿 去扶玉王 到冬院休息 是 母亲 清风 王爷说过 若有生人触碰 会怎么样 那王爷会让我剁了他的手 我平日里念你们是我夫君的亲族 对你们一直百般容忍 你们却得寸进尺 不知悔改 从今日起 将军府分东西两院 不再往来 你们好自为之吧 来 来 来 不是头晕吗 这是要闹哪样 来 你这又是哪儿不舒服啊 艾飞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就知道你是装的 本王确实中毒了 艾飞 快来给本王姐毒吧 什么毒 还能毒得到你剧毒之身的玉王啊 何欢三 你别乱来啊 这药销确实刚忙 少来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种毒素 在你体内如泥牛入海 一会儿就消散的 堂堂玉王没个正形 谁说我没个正形 这次过来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大风筝的 不行 又晕了 艾飞 给本王休息一会儿 既然 你想休息 我去给你点个安身浆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你在身边 我就睡得特别踏实 岳王是不是在里面 小姐说了 谁都不许进去 尤其是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拦着我 看来勾引不成 改直接名抢了 玉王是谁的 还不一定呢 你凭什么霸着玉王 凭我们家小姐才是玉王妃 还没有正式成婚前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哦 看来你们是不知道 我的名字已经写入皇家御蝶了 我这就撕了你的脸 看玉王 还会不会要你这个丑八怪 燕燕 这是什么 好痒啊 这个歹毒的女人 别挠 越挠越痒 上次也是你给我下得多 快去洗洗脸吧 不然到时候伤口溃了 会变成癞蛤蟆 叶燕 你 快点快点 满心 你怎么了 是叶燕 走 叶燕 你让开 大夫要给玉王看病 不必了 王爷还需要休息 我们叶家是缺了客房吗 这还没过门呢 就在你房间休息 这也太有势力数了吧 王爷在休息 不得喧慌 王爷身体有药 耽误了治病 你们担定得起吗 是谁 胆敢给本王下毒 小的不敢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火通起来 给本王下春药 清风 一家一家谋害本王 全部仗毙 是 这 玉王饶命啊 爹爹他们只是一时 迷了心智 叶家和玉王府 本就是一家 请玉王高抬跪手 妹妹 我们都是叶家人 你要看着你父亲的兄长 死在你面前吗 罪不至死 就给他们个教训吧 清风 把他们拉下去 一人三十大板 是 饶命 王爷饶命啊 王爷饶命啊 老朽这身子 打经得起这三十大板呢 走 别让你们放手 饶命啊 饶命啊王爷 来人 背马车 这里甚是过躁 根本王回府 这次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帮我母亲讨来了刺风 还帮我珍涉了大房 你不是说 不喜欢别人给你的赏赐吗 你这人可真记仇 小心 本王心眼是很小 小的只能装下你一个人 那你说话可要算话 不然的话 嗯 真是何物 嗯 嗯 此烟花 为何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 这是信号弹 是求救时报位置用的 那这是爱妃给我的信号 是啊 这是我给你爱的信号 嗯 本王定为护你一事周全 王爷 该喝药了 本王不正在喝着呢吗 秦风 退下 我先走了 药接的趁热喝 帮我准备辆马车 快叫人送叶姑娘回府 是 怎么回事 马车怎么突然停了 奇怪 竟然死了 不好 有埋伏 有人花了高价 瞒你叶岩一条命 杀手工资高不高 我叶雅琴给你两倍 你不要伤害我 叶岩你果然狡猾 少说废话 受死罢 让我的眼睛 叶岩我要杀了你 再多回应该 meine 他去衔枝 这个大师 是 你修了层而是 你怎么不还 你修了我 你修了我 快要不鱼子 难怪他把你视作眼中钉 你确实有些本事 我有本事能让你生不如死 想活命的话 就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来杀我 你可跟一个死人废话吗 有护甲 与其追着你跑 不如让你自回魔王 你别过来 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毒死你 小心 怎么样 我想帮你支析 玉王 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 清风 回来 你知不知道 今晚想杀你的人是谁 还能有谁 肯定是叶家的那些人 叶家的人 可叶家的人 怎么能使唤的东善读堂呢 你是说 叶家有个人 跟给你下读的组织有关 你要多加小心 我一定会替你查出幕后主使 我也一定会帮你解读 不会让你再被人控制 我相信你 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将军府了 那我睡哪儿 就睡 我的房间吧 快过来啊 不是你说要一起睡的吗 我 本王的意思是 你睡床上 我在边上保护你 亲都亲了 一个大男人磨磨叽叽的 不客了 先睡了 我在床上等你 可否往里面一些 你扬到我头发了 你扬到我头发了 原来你醒了 那你还不起来 本王手麻了 那我们就别起了 咱们再睡会儿 我们可否换个姿势 王爷 起来用早膳吧 这个电灯泡 能不能马上给我开除了 完了完了 被王妃生气 比王爷还可怕 啊 没事儿 再挡着呢 挡住 小姐 小姐 不好了小姐 你慢慢说 发生了什么事儿 夫人突然疯了 被大房给关起来了 什么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昨晚你穿信回来 说不回府了之后 原来刺查我的事儿 还要后照 不行 我得马上回去 本王陪你一起去 你身上还有伤 在家休息吧 可本王说过 一定要护你一时周全 能不能借我一队人马 今天我必须要 跟他们做个了结 清风 你亲自带队前去 一定要保护王妃 和夫人的安全 是 清风 是 找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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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儿来了 娘 娘 别碰我 别碰我 娘 娘 我来了 没事了 娘 别碰我 娘 小心小心 没事了 没事了 娘 翠翠 把夫人带回房间 你小心抓来 是 小姐放心 看来将军府以后 只能有一个院子 是 西院的人都够出来 你们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 你母亲王室突发失心疯 我们也是没办法 才将她绑了起来 胡说 我昨日走时 你要还好好的 今日你就跟我说她发了疯 她一整晚都乱喊乱叫 甚是吓人 还伤了照顾她的雅晴 就是 她不如当初卧病在床 也比这发了疯又强啊 清风 张嘴 是 你 叶言 你正是欺人 我是将军府嫡女 皇上遇赐的太医院医女 我娘是二品告命夫人 今日 我就让你们领教一下 什么是 仗是欺人 你别以为有豫王跟你撞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是未来的豫王妃 清兰国皇亲国妻受辱 你觉得皇上 会不管我这个弟妹吗 这 这点小事 就不必惊动皇上了 颜儿啊 你先消消气 说病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呢 祖母 快这么醉 我娘为什么会发疯 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痕 今日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清风 将西院所有下人给我抓来 属下明白 之前空我娘的人有哪些 给我站出来 叶言 这都是我身边的丫鬟婆子 难道你是要全赖在老身头上补偿 王爷有令 王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塌下来又欲王府担着 既然没人敢开口 清风 给他们润润喉 是 你 走 快点 快点 走 走 想要活命可以 说出是谁指使你们暗害的夫人 哪有什么谁指使 你这是要几打成招物啊 喝不了了 喝饱了就跟您说 是谁帮的夫人 我说我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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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禀小姐 是二小姐让我绑的 她是什么话 你这小贱旗子 还敢污蔑主子 说不得 只要你们说出是谁指使你们毒害的夫人 你们都可以拿到十两银子 并且拿着卖身器离开将军府 我说说 回禀小姐 夫人昨晚还好好的 真是见了大老爷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大伯这是要杀人灭口吗 对将军夫人大不见死有余辜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将军府在京城还怎么立足啊 名声受损是小事 挪用贡品 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看看吧 你子 你给我跪下 燕儿 大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你大伯 毕竟还是将军府的人 这事要是传出去啊 将军府 就亡了 大伯在将军府也待得够久 给你们三天时间 收拾好回老家去吧 燕炎 我就不信 你敢只争我爹 将军府出了事 你也一样犯了欺君之罪 燕儿 你看这样行吧 我们各退一步 把这件事情忙过去 以后我们东西两院 各自相安无事 行吗 我以为你只是头脑简单 没想到你是真的蠢 你可别忘了 那些商谱 早已不是将军府的产业 是你私自转到自己手下的 你非要敢进杀绝吗 自家人 一点情念都没有吗 等你们一走 我就会把贡品补上 否则的话 自此将军府再无息怨 是啊 挺开心的 这段日子是辛苦你了 如今家贼已除 我们魔女 终于能够安生日子了 娘 你放心 我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 小姐 小姐 玉王 玉王殿下来了 别急 慢点说 玉王来了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她以前经常不打招呼 就出现在我房间了 哦 还有此事啊 娘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娘 玉王殿下 男爹亲来了 还不赶紧去迎接我的女婿 父亲 您快点想想办法吧 我可不想再回乡下老家那种破地方 说得是呢 燕燕这次也太过分了 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呢 你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呢 你是皇家学院的学子 自然可以留在京城 碧海 婉馨 你少说两句 现在都成什么模样了 还有心思斗嘴 雅琴 你要与郡主和几位皇子搞好关系 我们叶家的未来就扣你了 知道吗 哦 对了 经常回府探望一下祖母 明白吗 是 父亲 雅琴一定会照顾好祖母 照顾什么 先儿子要走他都不出现 现在 是要投靠他们母女了吗 愚蠢 燕燕和玉王即将成婚 如今只要一日在府上 我们就有机会回府 难道真的要让这个女人 嫁给玉王吗 我不甘心 成婚 小怪我的大事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们成不了婚 娘 你肯定喜欢 婚服样式 可是我精挑细选的 好 都听颜儿的 参见玉王殿下 有失远迎 无需多礼 今日本王前来 是来参见未来岳母大人的 应该是本王行李才是 那么客气干吗 我看着多累 走 娘 你先坐下吧 来 小女性格憨直 缺了礼数 还望玉王殿下海涵 无妨 颜儿的品性 一直都是如此 与众不同 对啊 玉王殿下一直很欣赏我家小姐呢 这应该给你们拉一个夸夸去 本王此次前来 是想问讯一下夫人 关于婚期的意见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夫人 秀得妄言 羽王大婚乃是国事 弥妇岂敢定夺 本王已经定了皇到几日 就在下个月初八 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岳母大人喝茶 你们真是绝了 嗯 卖相比之前稳定多了 看来这药效果不错 你以后那几天 应该不会那么痛了 痛也不怕 不是还有你吗 那 我们以后会一辈子在一起嘛 一辈子太长 本王不敢许诺 不过 只要本王活着一天 就会忽你一天 干嘛那么消极嘛 跟我在一起 你肯定长迷百岁 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医生子老婆 好好好 是本王说错了 以后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好吗 不行 你要补偿我 那本王 该如何补偿你呢 陪我试婚纱 婚纱 我好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穿上 我看看搭不搭 我 这好像不合规矩吧 什么规矩不规矩 我就是规矩 快 还是我自己来吧 害羞什么的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小姐 不好了 老夫人突然暴毙了 什么 下双长辈过世需扶桑一年 不可嫁取 他们说老夫人的尸身上 发现了你的银针呢 杀人栽赃 手段可真够阴堵的 走 我们夫妻同心 当凭所有鬼鱼伎俩 嗯